如果是一对一鼓励人适奉神的话 你想到神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你亲近神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有没有曾经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有先他们想到神就很开心的 很喜悦神的 我留意到你有新读圣经 传福音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传福音的动力 为什么你会有信传福音 为什么有信读圣经 就是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可以问他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能够被神使用去适奉神 你愿不愿意 他说我愿意 我有这个信 我有想过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去鼓励他了 我们就可以说了鼓励人适奉神 我们就说更多神 很想找一些适奉神的人 所以你有信神很喜悦的 因为神需要更多人出去 受他的庄稼 需要更多人出去传福音 所以你说愿意 他很喜欢的 他在你生命也有奇妙的计划 他要提升你的生命 他会感动你 你要没有感受一种感动 我要去传 向某一个人传福音 帮助某一个人 这个你就会有一种感动 这个就是神感动你的 神要引导你 进入侍奉里面 这个是人没有做什么 事情之前 神已经先做事 去感动我们 不但是说我们愿意 侍奉神之后神的祝福 而是我们没有心去拯救灵魂的时候 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居住 我们信耶稣之后 就开始突然就怜悯人了 就关心人了 这个是神放在里面的 有些经历这个感动 就会很激动 很想 你有没有这个激动 很想被神使用呢 有啊 也不是一样的 很激动 你就有一点一点的被神带领 这个就是神在不停地提升你 在带领你 感动你 这个就是证明神去接纳你 使用你 提升你 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 神其实老早已经有一个计划 要祝福你 他已经有计划 要给你恩赐能力 有这个动力 有这个信心 有神的同在 帮助你 整个生命被神使用 当你愿意进入神的事丰的时候 你可以拯救 其实拯救一个灵魂 已经是很好 但你将来可以拯救很多灵魂 也可以更新很多人的灵命 你想这样做吗 非常好 这个就是神已经在你里面做工了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神为你预备 你需要的一切的恩赐 能力 机会 同工 神都会为你预备 也给你口才 恩赐 一步一步的 当然我们也需要学习和努力的 操练的 这样的话 神就提升你 你的生命将来就变得非常的光明 伟大 祝福很多人 你想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什么感觉了 我就说 我们每一个愿意的话 神就提升 神就会赐各样的恩赐 当然 当人愿意侍奉神的时候 也应该去操练 操练去帮助人 操练传福音 操练建立人的灵命 为人祷告 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 你就发觉自己能够 能够做不同的事 这个就是神的对你的肯定 让你知道你在哪一方面有恩赐 有能力 在这里有很多机会 因为有些时候有不同的人来 你关心他们 就帮助他们 这样的话 你就习惯事奉了 我自己在信主之后 不久 我就开始关心教堂的人 我就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的灵命 一步一步 后来我在基督教学校做老师 我就带领很多学生信主 也帮助他们的灵命 这个是很多的操练 这个就预备我后来成为牧师 这些经验都是非常的宝贵 我们就看到 越释奉越被神使用 生命越提升 神就为你预备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恩赐能力 生命更大的发挥 你不能想象的 其实我这里很多的恩典的教导 如果你能够明白应用出来 你的教导也会令人觉得很鼓励 很被鼓励 好了 我刚才是这个 就是帮助人的个人的方法 你就留意这个整个过程 我都是让他看到这个神对你的帮助 神会怎样欣赏你 神会怎样提升你 当然我会也会了解他 对于释奉有什么担心 有什么觉得需要学习 需要进步的地方 你想有什么地方 你想我帮助的 我也会问他了解 让我帮助他能够进入释奉 首先是鼓励 也会了解他有什么困难 然后我也会告诉愿意释奉人 有一些心理的准备 面对困难 为什么呢 释奉的人必定有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 必定会有些人拒绝的 必定有些人可能会伤害的 会有一些不开心的经历 在教堂里面见到有些基督徒 或者是同工他们的生命 可能有些地方需要改善 所以在过程中都有一些困难 所以作为释奉的人 必定能够处理人的伤害 才能够不被人影响 也学习各方面 怎样操练 怎样进步 怎样能够处理人籍的关系 都是释奉的人需要预备的 但我们依靠神 总有出路 总有出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